有兩位觀眾都想問1299 因為有貨幣 因為沒有 Mimi媽她就說她90元有重貨 什麼價格可以加碼 她已經重貨都想加碼 另外Danny Chow 她就沒有了 可不可以入貨呢 現價 現價入貨博一點反彈就 不是不行 但是我都覺得這個直播率會比剛才說阿里巴巴 騰訊那些會低一點 如果公道說友邦 因為友邦第一就不是明天 還有整個 反過來還有兩個多星期 26月底 發生什麼事 你現在就說業績前各樣就有很久的 就是隨時升上來可以完美 其實去到業績前可能68元 65元都不定的 就是現在看那些順體圖走勢的 是有權去到那些位的 那這個是第一 那第二就是剛才說的技巧上面 就是通常是一些很超跌的 你才拼一下它會不會超跌後很大 一來就在那邊就不近業績 你現在買來就可能只是等它3、4 就是這2、3個星期就慢慢下跌 然後你就抬抬抬抬抬抬到臨月之前 受不了就砍了 那它就砍完之後就就砍了 然後就好像別人輸碼那些 mutray這樣的就砍了 無謂 就是這個第一 重貨就更加不好了 大哥真的 他90元有的了 不要啦90元重貨反為施主現在回頭事案真的 你趁這兩天肯定78元也給他一半 你還想追混? 真的不要啦 你想聽追的意見不要問我 你找別人啦 真是無謂什麼 老老实实不好,因为说回一些基本面 保险整个行业不算很差,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其实东南亚业务很重的,其实有两个叫做DRIVE 东南亚业务和中国来香港做保单 后者都没有了,东南亚业务,因为未开关 东南亚业务很受新兴市场对国家的汇率影响 现在美金仍然强,而且短线回落 但是中线至长线是没有建定迹象的 其实新兴市场货币仍然是差的,所以不建议 我觉得就算你这一下业务也有一下给你 但还是烧眼嬌嬌一会儿都没有了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